为了慰绕中年辛苦为家庭劳碌的爸爸们新北市政府劳工局就特别在8月7号到8月8号连续两天 每天上午10点到下午3点在劳工局辅导的18家按摩小站提供10分钟免费的视障按摩抒压 劳工局也欢迎所有的新北市民能够踊跃前往体验 劳工局表示他们所辅导的视障按摩小站按摩师不只具有秉级以上技术式执照 同时还受过完善的职业训练避免消费者受到民间不专业按摩师的不当拍压造成身体的永久伤害 劳工局辅导的视障按摩师民众大可以放心 轻松享受 我们的按摩师都是经过秉级证照拍打多地道都恰到好处 而且是合法的证照来挺他们的技术 如果说我们地方地区特挑战的话 比如说在汐止的话欢迎到他们国泰医院的地下室 那如果比如说在淡水的话可以到主委的马街去消费 欢迎大家共同来消费光顾我们的按摩小站 为了为绕中年辛苦为家庭打拼的父亲们 劳工局特别于8月7号到8月8号连续两天 每天上午10点到下午3点 有劳工局辅导的18家按摩小站 免费体验10分钟的视障按摩抒压 希望民众抒压解牢之后也能以行动支持视障按摩 多多协助是让朋友充分就业 节庆的按摩小时间来让民众来免费体验 10分钟的按摩体验 让新的朋友因为没有通过视障按摩这一部分 能够对他们的右手体验 能够增加他们的来客数 那经过我们的辅导以后 那我们各小站的成绩都有成长 大概有10%到20%之间 非常舒服啊 而且他都有按到我身体背后的一个痛点 那按完当下虽然蛮痠痛 可是那个深入的那个穴道的感觉 让人家觉得非常的舒畅 对 那不知道说 我们身心障碍者一个忙的按摩 他可以按得那么的一个深入 而且跟我一般的感觉不太一样 所以我觉得有机会的话 大家可以尽量来试试 那其实真的会有不一样的效果 劳工局表示免费按摩推广活动 不只让民众可以活络筋骨 抒压解牢外 对视障朋友们也是一种实质的鼓励 与就业上的帮助 欢迎民众一起来共襄盛举 记得布文强 市府长报道